而瑞瑟湘工所已经一年庆祝三天了 在今天每个员工都穿着竹服来上班 而另外如果是穿竹服到工所来洽工的民众 乡长陈敬光也亲自发送了活动伴手礼 还有特色产业饮 温泉部落族人也各个身穿竹服前来 现场很热闹 今天原住民日也是本周第一天上班日 瑞瑟湘工所在美洲毅力行星的主管汇报中 别开身面的举办了竹服走秀 主管员工身穿自己的竹服走秀 并介绍竹服文化特色 让更多人清楚认识台湾各个族群的竹服文化 圣经典幕大家都要在台上 原住民级主管或客员身穿自己的竹服 就如上班日常班的穿梭忙碌在各客室之间 也有非原民级的员工也身穿竹服力挺 支持原住民正名运动 然后刚好同事他们就是都有衣服可以给我们 就我们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对不对 她是阿美族在分出来的一个新的族群 此外乡工所也在八一原民日的今天进行 只要身穿竹服来工所者都免费赠送活动伴手礼 以及部落特色产业饮 而首度自主办理原住民族日庆祝活动的温泉部落 由部落头目黎仁贤亲子带队 唱着传统歌谣一路唱进工所办公大楼内 邀请工所全体员工来参加同庆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原本登门邀约的温泉部落族人 各个身穿竹服献身 现在反倒成为了乡工所 八一原住民族日穿竹服就赠送纪念礼物的人 乡长陈敬光也就一一亲自颁证伴手礼 场面热络 今天是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 那公所从礼拜五开始 一系列的活动到今天 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公所的同仁 不管你是原住民或是非原住民 都欢迎你穿着竹服来到我们公所 那跟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那我们也很贴心的做了一个公共的一个评比 用秘密的方式来投票 成绩优异的我们都有给 每一个人都有奖励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日子乡公所一连三天扩大办理 今年八月一号的全国原住民族日 推动部落文化产业 而今天最后一天则准备活动伴手礼 以及部落产业特色影 赠送给身穿竹服的乡亲族人 以实际行动肯认台湾真正的主人 记者石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